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,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,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那里的三千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恶而死,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 多年以后,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,倾听他们的回忆,记录他们的过去。 于是,一段早已被人遗忘,却触目惊心的往事,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 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家编沟记事》,作者杨显慧,由花城出版社出版,播讲聂梅,吕鹏。 第七篇 宝石一顿 1999年的初冬,我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市场的一角,也就是花卉市场的一角,高吉义先生开设的花卉医院里。 这个花卉市场不大,大约有四五十家花店围成个四合院。 天气已经很冷了,夜间温度降到了零度之下。 白天,花店的老板们为了招揽顾客,都把一盆一盆的鲜花摆在门外。 许多盆花把四合院装扮得花团紧簇,香气铺人。 高先生的小铺外边,一盆花也没有。 他开设的是花卉医院,专门向那些养着几盆花,但又缺乏养花经验的人,享受栽花知识,如何治疗和预防各类花卉疾病,同时出卖花药和花草肥料。 他把对外的橱窗打开,在临窗的地方摆了一张桌子,桌上摆着许多装有药水的瓶瓶罐罐。 他坐在一把长座的椅子上,脊背倚着桌子。 他叫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只矮椅子上,看起来这只小椅子是专为客人准备的。 这间小铺子,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积,一只脚上还堆着一堆种花用的腐植至很多的土壤。 土壤是出卖的,顾客要栽一盆花,他就用塑料袋装好一袋,收三五脚钱。 这是个斗士,做不下第三个人。 高先生,似乎是在用力地思考或者回忆,久久不语。 他仰着灰白色头发的头颅,他的年龄其实并不是很大,才六十四岁。 但是,他的壶茶子全都白了。 我仰视着他,启发他。 您想一想,在加鞭钩三年,您一定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情。 其中,肯定有一两件,是您印象最深和难以忘怀的。 这是我第二次拜访高先生了。 前两天,一位也是在加鞭钩农场劳教过的老先生领着我来见他。 我们相识了,并且泛泛地谈了谈加鞭钩。 临别,我曾嘱咐他,花点时间,认真地回忆一下加鞭钩的生活。 过两天,我将正式地采访他。 高先生思索片刻以后,说话了。 是啊,难忘的事情是很多。 还真有这么一件事,叫我忘不掉。 他在我心里藏了几十年了,我从没有对人说起过。 就是我的女人,我的子女也都不知道。 可是,他又时时刻刻咬着我的心呢。 他折磨着我,有时候会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 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,几十年了。 可至今,我也想不通,搞不明白,那件事,我是做错了呢,还是没做错。 我第一次见高先生的时候,他给我的印象,是一位性格开朗,说话干脆,而且善于言谈的人。 可是今天,他说话的口气,却是迟迟疑疑的,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。 我挺了挺腰板,耐心地等待他说话。 就我的经验来说,听这些老先生谈话,是不能着急的,不能催,不能追问。 你越是催促,急于了解夏文,他可能谈得越是简洁,或者干脆就此打住。 这些家边沟农场的幸存者,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也会打破头啊。 高先生的脸上,呈现出了努力回忆的神情,他说。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,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。 对了,是四月初的日子。 一天,领导从全场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,到九泉县去拉洋芋种子。 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,还有金震柱。 金震柱啊,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,是个拐棍,我们八个人呢,由他带队。 还有一个姓魏的二劳改,也是管我们的。 还有一个理发员,也被挑上了。 那天早晨,天还黑黑的。 我们八个人到火房,每人喝了一碗面糊糊,然后就坐上卡车出发了。 你可能会问,拉种子是农业队的事,怎么让我去? 我不是木公主的人吗? 金震柱是基建大队的呀,他怎么领着农业队的人出去干活呢? 这个呀,是这么回事。 那时间,劳教已经两年多了,右派们都已经累垮了,也饿垮了。 有些人死了,活着的也都身体虚弱。 农业队呀,挑不出几个能装车卸车的人来。 遇上这种外出装卸货物的活,就得从全场挑人。 我因为到夹边沟不久,就到了木公主当木匠。 木匠的活儿轻松,身体虽然说比以前虚弱了,但比别人强健的多,就挑上了。 再说,我是全场最年轻的右派,进夹边沟的时候,才二十一岁,身体最好的时候。 金震柱呢,比我大几岁,可他到夹边沟以后就当分队长,管人,不下大田,体能消耗少。 再说,领导为了叫他管其他老教分子,伙食上照顾他,每顿饭呢,都多给他些吃的,他的身体呀,也比较健壮。 他长着五短身材,矮矮胖胖的,红润的面孔。 卡车在路上跑了一个小时,到了九泉,进了一个大院,从一间大房子里装洋芋。 那洋芋啊,我判断是从外地掉来的种子,因为大房子里堆了半房子,连点卖草都没善嘛。 我们就从大堆上往麻袋里装,往外抬,再装车。 四个人抬一麻袋,提着麻袋的四个脚,第五个人呢,钻到麻袋下头再扛一下,我们才能把麻袋装上车去。 到十点多钟,汽车装满了,车要走了,那个二老改叫我们从装好的麻袋里撑出十六斤洋芋来。 说是一人两斤,煮着吃。 自从进了加鞭沟,快两年了,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。 刚到加鞭沟的时候,伙食最好,也才吃个半饱。 看着一汽车的洋芋吃不进肚子里,我实在不甘心。 就跟姓魏的二老改说,你把那多撑出寄进来,让我们吃饱一顿不行吗? 你的肚子不饿吗? 二老改在农场里的地位比我们高,人家是挣工资的,一个月二十四块钱。 在吃的问题上,比我们办法多,但他们呢,也吃不了太饱。 所以呢,我才大的胆子这么说。 可是,那个二老改说不行,不是不叫你们吃,是怕你们吃得太饱,下午干不成活。 结果,我们就一人吃了两斤洋芋。 库房里虽说堆了半屋子的洋芋,可我们不能动那个。 人家有保管员,就是那个看大门的。 不让我们动库房的土豆。 装麻袋啊,都是过秤的,人家要计数。 不过,吃了两斤洋芋,虽说没吃饱,可是比起农场的火房的火势来啊,强多了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,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。 尤其对政治灾难下,仍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,令人触目惊心。 这些以血肉鸣刻的历史,使群体的灾难,不再是数字的累加。 逼迫以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,感同身受的体位,心怀触涕的反思。 长篇纪实作品《家编沟记事》正在播出。 我们装了两天的洋芋,一天两车,装了四车。 我们只管装,不管谢,晚上不回家编沟,就住在那院子的一间空房里。 第二天傍晚,最后一车洋芋装好了,行李呢,都卷起来装上汽车了。 二老改说话了,他说,今晚上叫你们吃一顿饱饭,谢谢一麻袋来,煮上,吃。 那院子里,有一盘不知什么人弃下的大灶,灶上有一口大锅,我们就把一麻袋洋芋煮上了,还是挑的装得最满的一麻袋洋芋,足足有一百六十斤,煮了满满的一锅。 我们的确是饿极了,不等洋芋煮熟啊,半生半熟的就吃开了。 洋芋烫得很,一时间吃不进肚子里,我们就一边吃,一边把洋芋掰开,放在地上晾着,一边晾一边吃。 长期挨饿下的人,可有一顿吃饱的机会了,吃的时候连嚼碎都来不及,大伙都是嚼两下就吞下去,那真是狼吞虎咽。 吃呀,吃呀,肚子吃饱了,吃胀了,但还是接着吃。 大家都知道,这样保持一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,可能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会有的。 结果呢,我们都吃着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,在地上坐不住了,靠墙坐也坐不住了。 一弯腰,嗓子里的洋芋嘎嘎嘎就冒出来,冒出来还吃,站在院子里吃。 吃不下去了,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,用力地放下咽。 结果,我们九个人,包括汽车司机,把一锅洋芋全都吃完了。 吃的时候,所有的人都想吃得越多越好,不要命地吃。 往回走的路上,可是受罪了。 坏事了。 那时候的九经公路不像现在的百油马路,是土路上铺了点沙子, 再加上保养不好,路面就像是搓板子。 车一跑快了,就哒哒哒哆嗦,遇到坑一颠呢,老高了。 我们本来就吃得太胀,坐不下,也站不成。 装了一车洋芋,放哪儿站呢? 汽车出了城,遇上坑一颠,就都吐开了。 每颠一下,都要吐出一口洋芋咖的。 不光是吐,胃还胀得疼,越颠越疼。 我们都怪司机,把车开得太快了,就砸车棚,让他开慢点。 听东方.com整理发布,最新章节,请登陆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,听东方.com查询收听。 开慢了呀,吐得少些,但是这个胃还是疼。 没办法,只能忍着,挺着肚子坐在麻袋上,身子仰着,两手在身后撑在麻袋上竭力减缓汽车颠簸带来的震动。 忍着,坚持着,真是痛不俱生。 终于,坚持到架编沟农场的厂部了。 司机把车停在厂部办公室前面,叫我们下车,从这儿回农业队或者基建大队,各自都方便。 他再把车呢,开到粮食仓库去卸阳玉,那边有专门卸车的人。 可是我们八个人,只下去了两个人,金镇柱和那个姓费的二劳改。 他们两个人,比我们吃的少,痛苦还轻一些。 再说,他们是坐在驾驶室里的,下车也容易。 其他的人,包括我,车一停下不定了,就是躺在麻袋上,就动弹不了了,下不去车了。 我们痛苦的死去活来,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,瘫痪了一样,有的还身淫不止。 这事儿,叫基建大队的原队长,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了,走过来,把那个二劳改骂了一个狗血淋头。 狗日的,叫你领着人装粮狱去,你就叫他们往死里吃吗? 你不会让他们少吃一点啊,你就不怕他们吃的胀死啊。 还真是被他说中了,农业队一个姓吴的天水式的右派,在汽车上胃就被撑破了,被人扶到宿舍以后,半夜时分就断气了。 严队长骂了一通,叫了八九个人来,把我们台下汽车扶回宿舍去。 扶进木公祖的宿舍放在铺上,我的胃还是疼,而且疼得更厉害了。 简直就疼了个七佛出世,六佛升天,哎呦哎呦的直叫唤,连哭带喊的。 哎呦,我活不成了。 哎呦,活不成了。 身体在炕上,翻过来覆过去,疼得躺不住,也坐不住。 那天晚上也碰巧了,嘉宾沟农场在西边十五六里的地方有个分场,叫新天敦工作站。 那里有八九百右派分子,反党分子,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。 那边大干渠上的闸门让水冲坏了,领导让我们木公祖连夜赶过去抢修。 我的胃啊,疼得受不了,也去不成,还要留下一个人照看我。 我们的组长石思良就把一个名叫牛天德的岁数最大的右派留下了,让他照看我。 也看着点木工房,不要让人把木头偷了。 四月份在兰州已经是麦苗出土的日子,但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嘉边沟,夜间温度仍然降到零度以下。 老教分子的房子里没有煤勺,有些人总是偷木工房的木头局暖。 牛天德是旧社会的大学生,解放前就是东北一家工厂的工程师。 五十年代国家大理开发大西北,从上海、天津和东北来了许多支援大西北建设的人。 他从东北来到兰州,在省建工局当工程师。 他那个时候啊,已经有五十多,快六十岁了,身体很弱,一副儒雅书生的样子,看不懂大田里的农业活。 我们木工组的组长石思良,是省建工局送到嘉边沟来劳动教养的木匠,认识他,也同情他可怜他。 就跟领导说,牛天德会干木工活,把他要到木工组来了。 木工组的活儿比在大田劳动轻松得多,石思良要他来呢,实际上就是照顾和保护他,不要累死。 在木工组啊,我和牛天德的关系非常好。 我是嘉宾沟农场第一个到木工组的右派,是木工组的元老。 那是五八年夏天的时候,大批的右派分子,反革命分子,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,但实际上是政治犯的人,乃到嘉宾沟农场劳动教养。 那时候劳动工具不够用,原先的劳改犯留下来的铁鲜和羊稿才有几百把。 农场新买来的鲜头和鲜霸在院子里堆着,可是没有木工安装起来。 我年轻,胆子大,就跟管教干部自告奋勇地要求去安装铁鲜霸。 我说我虽然没当过木工,但小时候在农村安装过自己家的鲜霸绝霸,那没有多难。 我把劳改犯们留下的几件工具,斧子、袍子、锯子收拾了一下,日以继夜地安装铁鲜霸。 铁鲜阳搞装完了,我就留在木工房当木匠了。 后来从白银市的有色金属公司和省建工局送来了几个,进了木工组。 我跟他们学了些手艺,还就成了个好木匠。 我们木工组啊,还有两个木匠,是兰州建筑公司的工程师,干了两年的木匠活,也都成了好木匠。 我和牛天德关系好,是因为我看他学问大,对人又和善。 我年轻,衣裳破了也不补。 他看见了,就说,小高,把你的衣裳脱下来,我给你补一补。 他呀,是个很爱干净的人,看见我的衣裳实在脏得看不过眼去,就逼着我把衣裳脱下来,他给我洗。 我呢,给管教干部们修修门窗,做个板凳饭桌,总能带回一盒香烟,或者人家给一个膜。 拿回来,我都要分给他一些。 他没有手艺,一点额外的吃食都搞不到,饿得瘦成一把骨头。 在木公组,他的活还最累,因为他没技术,只能干拉大锯结板子的活。 我和他结板的时候,除了往我这边拉大锯,还往他那边送,就是往他那边推,让他省点力气。 由于他是个和善本分的人,再加上我和他关系好,这一天夜里边啊,他把我伺候得特别好。